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怪摇晃的树影像极了怪物的魔掌 贝贝害怕的将爸爸喊了过来 说是有怪物要抓他 爸爸被孩子的天真给逗乐了 但是为了哄儿子睡觉 还是陪着贝贝躲在了被窝里 这时突然被窝里出现了一个猙獰的怪物 悲快的抓走了贝贝 等爸爸反应过来时 怪物和贝贝已经消失的无影无踪 只剩下了窗台上斑斑的血迹 画面一转 十年过去了 贝贝的爸爸 也就是我们的男主 来到了一个灵媒的家中 此刻的男主比起十年前憔悴了很多 灵媒漂亮姐将一碗特制的草药让男主喝下 同时叮嘱男主这种药的效果很强烈 让男主不管看到什么都要保持冷静 不要沉迷其中 原来这是一种通灵草药 据说喝下它可以看到另一个世界的景象 十年前男主的儿子贝贝被怪物抓走 妻子受不了这个打击割腕自杀 这十年来男主日夜思念妻儿 后来男主听说漂亮姐有这种草药 所以才登门拜访 听了漂亮姐的叮嘱 男主将草药喝得下去 接着感觉胃里一阵翻江倒海 然后男主冲出了房门疯狂的奔跑 明媚的天空也变得格外的阴沉 这时一个面无表情的小女孩出现在了男主的面前 让男主赶紧离开 说这里不属于男主 接着男主就两眼一黑晕了过去 再次醒来时 男主出现在了一辆面包车上 头上身上贴着各种测量仪器 旁边几个男男女女看到男主醒来都异常的激动 他们说测量到了男主一呼常人的脑电波 男主并没有搭话 起身下了车 然后再次来到了漂亮姐的家 男主邀请漂亮姐参加他们的实验 原来男主是一个实验室的负责人 最近他们在做一种实验 通过服用漂亮姐配置的草药 然后再用科学仪器测量来证明鬼魂是否真的存在 还是只是幻觉 漂亮姐感觉自己受到了欺骗 断然的拒绝了男主的提议 男主有些失望 起身告辞时 无意中看到了漂亮姐桌子上摆着一张合影 而上面的那个小女孩 就是刚刚自己看到的小女孩 男主将此事告诉了漂亮姐 漂亮姐也是愣住了 这个女孩是他最疼爱的亲妹妹 像男主的儿子一样 也在几年前被不知名的怪物给抓走了 男主一看有门 赶紧趁热打铁劝说漂亮姐 并且告诉漂亮姐 这个实验由一个实力雄厚的慈善基金会捐助 在实验结束后 漂亮姐会得到一笔不少的收入 为了得到妹妹的下落 也为了还清信用卡的欠款 漂亮姐最终还是答应了 画面一转 男主带着实验室团队 正式入住此次的实验室场地 一栋废弃的别墅 据说这里的原主人是一个话剧演员 但自住进来以后 就经常看到不干净的东西 最后才搬离了此地 因为传闻闹鬼 所以也没有人敢住 而选择在这里做实验 也是因为这是一座凶宅 容易捕捉到一些灵异现象 而参加此次实验的 除了漂亮姐和男主 还有负责搜集数据的眼镜哥 眼镜哥的弟弟 负责和男主漂亮姐一起试药 我们就叫他胆大哥 助理科学家短发妹 以及慈善基金会派来 监督实验室进城的西装哥 大家休息了一夜 第二天实验正式开始 先是由漂亮姐 按照传统的方法熬制草药 再由短发妹负责提纯 制成等剂量的注射液体 在每次由少到多 注射到男主漂亮姐胆大哥的体内 然后由眼镜哥用仪器 记录三人每次注射后的反应过程 现象和时间 同时室内外安装监控设施 将实时记录每个角落的情况 在第一次注射后 三人似乎并没有什么异常 但随着夜晚的来临 三人也渐渐的感觉有些异样 先是男主在后院 看到一个荡着秋千 戴着面具的小姑娘 走过去一看 小姑娘竟然消失了 而胆大哥在调试仓库的监控时 被一个一闪而过的黑色身影 吓得摔倒在地 三人赶紧把这些经过 告诉眼镜哥记录在案 而西装哥却认为 男主三人在故弄玄虚 他根本就不相信 有什么鬼魂的存在 认为男主只是为了骗基金会的钱 不过因为实验还没有完成 他也不好说什么 半夜大家各自回房睡觉 男主竟然在房间中 又看到了戴面具的小姑娘 男主明白 自己看到的是另一个世界 男主赶忙上前询问小姑娘 有没有见到过 一个和他差不多大的男孩 那是自己的儿子 小姑娘说不认识 但很明显他在撒谎 似乎是在隐瞒什么 男主还想追问 小姑娘惊慌的说自己得走了 否则怪物就会吃掉自己 而且怪物就在这栋房子的周围 盯着他们 说完小姑娘就消失不见了 而漂亮姐这边 在洗漱的时候 竟然看到了自己的妹妹一闪而过 这一切诡异的现象 似乎都和这栋房子有关 第二天实验继续进行 三人注射了比前一天多一倍的药剂 但这次遗器 比他们先一步发现异常 先是屋外出现了很强的磁场干扰 接着监控视频变得模糊不清 就在大家外出查看的时候 放实验小白鼠的库房 突然传来了响声 大家过去一看 只见这里一片血肉模糊 所有的小白鼠都被炸成了粉末 眼前的一幕把大家都吓坏了 一直到晚上大家都心有余悸 而西庄哥不关心实验的过程 自然也没经历这些可怕的事情 西庄哥还是固执地认为 大家在集体门骗他 随后西庄哥大声喧哗着 吵闹声惊动了一个过路的鬼魂 鬼魂朝着西庄哥走了过来 试图攻击西庄哥 好在短发妹为了实验 也注射了药剂 看到了这个鬼魂 及时上前进行了阻挡 两人因此都受了伤 好在是没有生命危险 而短发妹在给西庄哥包扎伤口时 也偷偷地给西庄哥注射了一支药剂 这样他才会相信大家说的都是真的 另一边 男主在屋外不停地走动 似乎在寻找什么 这时男主看到废弃的泳池边有动静 走过去一看竟然是自己的儿子 男主激动万分地跑了过去 这时一个恐怖的黑色怪物 从泳池里爬了出来 一把将儿子拽了下去 然后又消失了 男主找了半天一无所获 沮丧地回到了卧室 此刻昏昏沉沉的男主 已经分不清是幻觉还是真实 男主拿出了偷偷私藏的药剂 一连注射了好几针 男主想一直生活在另一个世界 这样他就能见到自己的儿子和妻子 哪怕这一切都只是幻觉 画面一转 西庄哥因为怀疑男主有问题 所以一直秘密调查男主 现在他终于掌握了证据 西庄哥就将大家召集在一起告诉大家 这栋房子根本不是什么话剧演员的 而是男主的 当年男主的儿子被怪物抓走 男主一直想知道真相 所以这些年 男主一直借研究灵异事件的名义 调查此事 而目的就是消灭怪物 给儿子报仇 男主承认了自己有私心 但他也是为了几十个失去孩子的家庭 这其中也包括漂亮姐的妹妹 现在种种迹象表明 怪物就在这栋房子的周围 但他非常的强大 所以千万不可贸然行动 然而这时大家才发现 胆大哥失踪了 大家赶紧去寻找 根据现场的学迹 大家一路追踪到了仓库 发现了胆大哥血肉模糊的尸体 接着他们就遭到了黑色怪物的袭击 短发妹西庄哥 眼镜哥接连毙命 此刻只剩下了漂亮姐和男主 漂亮姐一路跑回了房中 却在男主的卧室看到了倒在地上的男主 早就已经没有了呼吸 漂亮姐也是懵了 那刚才的男主又是谁 但危急时刻也来不及多想 最终是男主拖住了怪物 漂亮姐用铲子砍掉了怪物的头颅 消灭了怪物 随后漂亮姐不解的问男主 到底是怎么回事 但男主只是让漂亮姐自己保重 自己要去找妻子和儿子 说完男主就消失了 原来男主在卧室大剂量注射药剂时 就已经死了 但因为大家都注射了药剂 所以都能看到男主的鬼魂 就这样 男主帮助漂亮姐完成了报仇的使命 去了另一个世界和妻儿团聚去了 然而影片的最后 又有越来越多的怪物 从地底下爬了出来 等待人类的又是一场浩劫 故事到此结束 本片特效方面还是值得称道的 特别是怪物变异的过程刻画得很好 但导演在90分钟的片子里 又想表现怪兽 又想表现鬼魂 有些故此失彼 也导致了故事的连贯性差了很多 有兴趣的可以去看一下原片 好了 今天的电影解说就到这里 喜欢的小伙伴 记得给涛哥点赞和转发 如果你有想看的电影 也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涛哥 最后当然也别忘了点个关注 涛哥每天为你解说一部恐怖电影 摄 her的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